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距离死翘翘就不远了 什么 既然大哥这样子说 显然有了解决的办法 你反应的速度倒很快啊 办法的确是有 但是就不知道你会不会愿意这般做了 什么办法 使大哥弹数无妨 在凝聚灵丹杜雷节的时候 我将我的本源金血给你一滴 融入到你的身躯之中 这样你就会有我天地所生体质的特性 将不会担心佛性的侵蚀 甚至改善你的体质比过去更强 我想没有这么简单吧 的确 一旦这般做了 那么你和我之间就犹如血浓于水的亲兄弟一样 无比默契 更是能够隐约感知到对方的状态和大致的位置 那弊端呢 最大的弊端就是你身为人族 但今后体内会有妖族血脉的气息 意思是你以后会是半人半妖了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只是看你心中到底介不介意 既然可以和十大哥做血浓于水的好兄弟 真正的兄弟 那有什么不肯呢 正是小弟我求之不得的事情 半人半妖又如何 过得爽快才是最主要的 不愧是我石金天的兄弟 果然有胆破 半人半妖 很合我的胃口啊 小子 在凝聚灵丹境之前 我先将雷霆炼铁的法文交给你 这个也不算是战技神通 只能是一个炼铁的小技巧而已 对了 大哥 我这里还有不少雷属性的丹药 应该也有不少的帮助吧 天雷丹 不过品阶却是最低等的 这个丹药你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大哥 这个是落日成军家自己炼制的 辅助修炼一种雷破九天的战技 战技 爆点天物啊 的确如此 十大哥 难道这个雷破九天有什么大来头不成 你是有所不知道 有一种属于修炼神通的炼体神通 叫做雷霄炼体 只是你十大哥我得到的是残本 那雷霆炼体的技巧便是从其中拿出 这个雷霄炼体之中有着最重要的一小段 然而连同其中记载天雷丹炼制法门不见了踪迹 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见到 那军家的这个雷破九天 很有可能便是这个雷霄炼体的神通残缺的部分 要知道 雷属性炼体的神通本身就是炼体一道之中最强的 而且这个雷霄炼体还是上等巅峰炼体神通 当初我得到这个可兴奋了好久 没想到竟然是残缺的 尽管如此 现在能够找到你不算太晚 反正军家本身就想要将我置于死地 到时候反杀回去 将那雷霄九天弄到手就行 偿还老弟 此话有理 接下来我们突破吧 好的 十大哥 这个小子怎么回事 这吸收的灵气量也太高了 看来我得控制自己的突破进度 跟他同时突破 成了 好 那我要加速突破了 恭喜十大哥晋升灵丹镜 偿还老弟同喜啊 没料到突破会需要这么多灵气 之前得到的灵精竟然差点耗光了 你是这个小子 是来炫耀用了那么多的灵精 多么了不得吗 不愧是大哥 果然了解我 节云开始凝聚了 仅仅是节云 尾压就已经让人这般难受 雷杰要来了 怎么 小子 害怕了 正相反 我可是期待得很 快看 快看 空中有黑色节云 是哪位高瞻在晋升啊 竟然引来这么厉害的节云 看样子节云是在寿王山脉的上口 尹丹镜 怎么会这么大 这雷劫不好应付啊 一旦偿欢堵截成功 足以证明他的潜力无法估量 我们家无论如何也要拉拢过来 扛过这种雷劫的灵丹镜会有多强 原来父亲所说偶然是真的 你说的两兄弟你却不能小看 晋升灵丹镜根据本身强弱 引来的雷劫也分很多种 威力有多少 要看雷霆的蓝 紫 金 三种颜色依次对应 它们是最高级别的金色 你有什么想法 请 就只有这个 我会被打击 或者有挫败感 今后跟他比试 定然会更长快 疯个小子 被雷劈还这么开心 大哥 这可是灵丹雷劫最强的金色雷劫 我当然兴奋 好小子 好兄弟 雷劫 来吧 最后一道雷劫要来了 成皇老弟 我现在给你一顶 我的金血 借助雷劫烈化血 糟糕 金血爆发 气血之力的速度太快 已经远远超过我 吸收烈化速度 再这么下去 我会被庞大的 气血之力吹爆 借助雷劫烈化金血 不然你会暴体二王 师大哥 我们成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